尽管我们也叫,但是我们实际上不是共和,它是无比多的党政官员他们共和。 我们又能够什么呢?做到平民共和。 驯服国家的最重要的前提是平民共和。 就是我们作为国家的主人,我们随时随地,能够参与政府的公共政策决策。 能够采取国家的立法过程。 能够知晓现在对中国拥有真正垄断权力的执政党,它的具体运作。 像我这一代人最知道我们的权力让我们没脑。 因为文革中国欺人只有一个人有脑,毛泽东。 是吧,现在我本能的反感重新的畅恐。 是干啥呢?那伟大英雄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。 我的妈当年一直把我指错了。 所以我现在也不,谁都不相信,谁来指我我就不指他。 我也不听他指。 我们的普通公民都变成了老实公民,而权力都高高在上,对我们指手画脚的时候,我们确实又变成了勤劳勇敢,纯朴可爱的中华民族。 所以我从来认为这个不是表扬我们中国人民的。 是说你妈笨。 是吧,你看我都听你想完了,你都搞不清楚我在鱼弄里。 是吧,毛泽东现在在观察里,水晶宫里躺着的人,他妈,中国人怎么笨呢? 我一个人哄了七亿人。 是吧,还加上哄了一下卡扎飞这种。 是吧,大家知道卡扎飞学毛泽东学的像模像样。 对吧,毛泽东搞红宝处,他搞绿宝处。 毛泽东这个人厉害的,自己上的脑袋不要想问题。 中国人现在道德出品八十年代还不如,八十年代还说,从我做起,从现在做起。 现在我们是什么,从别人谴责起,从他人的事情指责起。 自己都是道德的君子。 说的不好听一点,我对我们的八大民主党还有一个概括,叫做共产党统战部领导下的兴趣活动小组。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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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